嘿,你好,我是飞柴大叔,第182集,女同学相邀 凤玲玲回到药店的时候,看到林凡正在给江玉莹梳着头发,硬着头皮走上前来 我知道你很生气,他们都是我的老大,我也没有办法拒绝呀 林凡梳头的技巧有些生疏,梳了好一会儿才输睡 挽着头发扎了个小辫,模样还一丝不苟 她仿佛没有听到凤玲玲的话一般 对不起,凤玲玲低着头 江玉莹用手指捅了捅林凡的胳膊 叔叔,姐姐在和你说话呢 林凡这才抬起头看了凤玲玲一眼,与其平淡无常 我没有生气,你也不用道歉 林凡说着话的时候,她将江玉莹从椅子上面抱下来 江玉莹看了一眼两人,若有所思,这才笑嘻嘻地看着林凡 叔叔,我先去找娟姨玩去了 娟姨给我买了好看的衣服,一会儿我穿给你们看啊 去吧 林凡笑着 就在江玉莹转身的一瞬间,林凡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下来 我也不用你的道歉,更何况这件事情也不至于道歉 凤玲玲看着林凡的背影,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看来,她是说什么都不会原谅自己了 林凡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她拿起手机一看,是苏婉婉的名字 要不是看到苏婉婉打来电话,林凡都差点忘记这个老同学了 她连忙接通了电话,那头是一个怯生生的女生 林凡? 林凡哈哈一笑 是我呀,难不成还能是谁 苏婉婉,难得你还能想起来给我打个电话啊 最近咋样? 我要是想不起来你,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我不是来我老爷家了吗? 我老爷七十大寿,要忙的事情自然比较多 我都快累死了 这不,忙里头闲 咱们有个同学聚会,人不多 算上咱俩差不多也就五六个人 确实没有事 只等明天潭海将火身带回来 没有丝毫的犹豫 林凡说 老同学叫我,那自然我有时间呢 你现在在哪儿? 上天酒店 林凡没想到是上天酒店 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去了 上天酒店的一个包间之中 苏婉婉刚挂断电话 便有一个女同学看着她 婉婉,怎么样? 林凡来不来啊? 苏婉婉将电话放在桌子上,嬉笑一声 刘倩,林凡当然是来了 你们也真是的,聚会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这两天都快忙死了 哎呀,原来不知道你在声称吗? 刘倩说着话凑到苏婉婉的耳边 小声地说 婉婉,对面周政才组织的 他还特意让我叫你呢 我这可是沾了你的光 现在这周政才可了不得 他的公司市值在十个亿呢 这可是他一手创办的公司啊 苏婉婉听到刘倩的话 抬头看了一眼周政才 他做得很端正 正看着他一脸笑意吟吟的样子 能够以自己的名字创办公司 还能做到市值十个亿 这可不能用了不得来形容了 那是可以称之为商业巨子啊 周政才现在可是单身 这可是金龟婿哦 这天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要吊这样的金龟婿呢 刘倩说着话朝着苏婉婉眨了眨眼 压低了声音 上学的时候周政才就对你有意思 这你知道吧 刘倩的声音虽然很低 却也足够让周政才听清楚他的话 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刘倩说得没错 上学的时候 整个年级就苏婉婉最漂亮 苏婉婉笑着点头 直接说道 刘倩别闹 咱们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现在哪来说 多让人笑坏啊 刘倩见苏婉婉的笑容之中 带着一丝羞涩 忍不住笑出声了 就在这个时候 苏婉婉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 站起身来 呀 林凡来了 我去接一下 听到林凡的名字 显然没几个人有兴趣 毕竟林凡上学的时候也并不出众 能记得他的名字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一会儿 房门打开了 苏婉婉 林凡两个人走了进来 刘倩见到林凡 直接站起身来 林凡 你还真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呢 林凡哈哈一笑 苏婉婉打的电话 我怎么也得来 是不是 林凡进来的时候 饭桌上已经上满了菜 只不过大家还没有动筷子 显然是在等着他 他有些欠然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大家坐下吃饭 林凡说着话 发现这座位已经坐满了 苏婉婉在林凡低头的一瞬间 他便抿嘴一笑 看吧 谁叫你来这么晚 这椅子都没了 我去叫服务生搬进来一个 你先坐我这 苏婉婉说话 没等众人阻拦 便将他的椅子向一旁拉了拉 腾出来一张椅子的位置 接着便喊来了服务生 麻烦你再搬了一张椅子 可以吗 苏婉婉站在一旁 林凡自然也不好意思 霸展他的椅子呀 同样也是站着 呀 婉婉 不用客气 你先坐 你坐吧 马上就来了 苏婉婉的脸上 挂着淡淡的笑容 按着林凡的肩膀 将他按在了椅子上 林凡刚坐下的时候 服务生就搬进来了一张椅子 放了下来 他也坐下了 男同学都用羡慕的眼光 看着林凡 苏大笑话可是亲自招待林凡 就连自己坐的椅子都让给了林凡了 周政才看着林凡面带笑容 林凡 你说你来这么晚 光不好意思怎么能够啊 要不这样吧 这瓶酒归你了 他说着话 直接拿起来了一瓶酒 站起身子 放在了林凡的面前 要不要我帮你倒 周政才这话一说 场面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刘倩看了一眼林凡 接着又将目光看向了周政才 最后才将目光留在了桌子上的这瓶酒上 语气有些结巴 哎呀 周总 这 这个是不是太多了 林凡要是这么喝下去 估计就得趴了 苏婉婉也皱了皱眉头 眼睛一直都在看着周政才 刚要开口说话 就看到林凡 直接将酒瓶拿过来 接着便笑道 哟 周政才这么说了 那我就干了 苏婉婉见林凡打开瓶盖就要倒酒 他连忙伸出了他那白皙的小手 压住了林凡的大手 与其关切地说道 哎 林凡 这可是白酒 不是啤酒 你可别逞英雄啊 打开瓶揄 店 你自己给柠檬 打开瓶了 这次 什么 还是 有